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继续学习《入菩萨行论三朔海》 《入菩萨行论三朔海》当中 现在正在讲《七指供》 《七指供》当中 前面已经讲了一些 主人物的供养 今天开始讲 身体的供养 供养身体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这个是颂词当中 那么他的讲义 也就是说 诸诗里面是这样说的 在身佛师母的佛陀 以及一切佛子前 我愿恒时供养自己的身体 诚恳请诸位 圣尊菩萨 能完全接纳 也就是说 我们身体已经供养 给所有的十方诸佛 菩萨面前布施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有一些我执 这种我执 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断除 没有断除的话 那么始终都是依靠自己而造业 前一段时间 给大家讲的一样 所以我心甘其愿 做众事的仆人 对你们言听及从 其愿能慈悲舍持我 我们这样观想 这个大概意思 当然我们所谓佛陀的意思就是说 已经远离了 所有的障碍 也就是说 所知障 烦恼障 以及胜过世间的 云末 四末 天末等四末 然后这样的佛陀 佛陀也叫做圣者 也叫做如来等等 有十种不同的名号 这样的释放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首先应该要 把自己的身体供养 那么身体是不是 诸佛菩萨特别需要呢 也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对殊胜的对积 供养自己的身体 能减少自相续当中的我执 如果我执减少 那么我们利益众生 发菩提心等等 做任何一切善事很容易的 为什么 我们在轮回当中 无始以来到现在 就是所谓的我 也就是说 让我们永远在轮回当中 不能解脱出来 最根本的来源就是所谓的我执 所以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 讲自我的身体受用善根 尤其是我们对身体相当的执著 每一个人 如果没有身体的执著 依靠身体而造的业 也是不会有的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把身体 摄氏过去 身体做布施 这一点有关佛经当中 也是有明显的记载 以前的十方诸佛菩萨 对这样的做法是极为赞叹的 自古以来高僧大德们 也是对这样的善举 就是借力推崇 利力世间的 尤其是我们 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 一定要对自己身体的执著 尽量断除 如果实在不能断除 对自己身体的执著减少 世间上的人不是这样的 现在许许多多的人们 整天都是为了 自己的身体打扮或者装饰 或者说 与他执著等等 每天都是为这个身体而奔波流 也有这么一批人 世间当中从来对所谓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本体 在这种人面前 我们也应该接力地宣扬 大乘佛法的 供养身体的功德 那么从佛经当中来讲 《能源经》当中也应该有讲的 比如说我们对身体的供养 从象征性的角度来讲 现在汉传佛教当中 经常所谓的燃知功夫 这样的做法实际上 是对身体的一种供养 身体对诸佛菩萨面前 也是供养的 那么《能源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能够在如来的身相面前 烧燃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烧自己的止戒 或者在身体上 做烧戒吧等等 如果这样 佛陀就这样说的 意思就是说 这种人 我们供养身体 或者说燃知功夫这样的人 那么佛陀告诉我们 这一点是我说的 你说的什么呢 就是我们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无始以来的这种罪业 潜在的一切罪业 在一个时间当中全部完毕 全部已经果报感受完毕 就是这样讲的 这样以来 我们在汉传的一些历史上 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叫做 春经 长老 春三点水那个香树的香 黄金的茎 那么他在一生当中 像菩术师 阿犹王师 好多寺院当中 在佛陀面前 为了利益众生 消除干旱等等 一些目的 进行做燃知功夫 后来只剩下六个指头 所以人们都称之为 叫做六指长老 也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像证义法师 四川的证义法师 他也是在佛像面前 做燃知功夫 然后在自己的胸前 为了断除自相续当中的 各种护士乱象的分别念 而做了一百零八个解宝 还有在自己的学美上 也做九个解宝等等 依靠自己的身体 用火来燃烧 燃烧过后 一方面对佛陀和所有的 对诸佛菩萨面前有一种表示 自己的一种诚心 也对自己的身体 不是特别执著的一种标签吧 这样的一种标识 从战传佛教的角度来讲 也是根据历史记载 像乔美仁波切 或者是门帕仁波切面前 也有许多虔诚的弟子 供养手指 也就有燃烧功夫的这种历史 所以我们也应该可以看到 真正地将自己的身体 就完全放弃 或者说减少自己的执著 而这样的燃烧功夫 也是大有必要的 以前有一个叫蒋公 堪扯仁波切 他的一个《温大陆》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他说 显宗当中一般来讲 燃知功夫 也是为了断除 自相续当中的贪执而这样安立 而密宗当中 因为自己的身体 本来观想为诸佛菩萨的 清净贪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没有燃知也是可以 当然我们根据 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执著来取分 如果按照显宗的观点 也是自相续当中真的 与如来的贪承 无二无比 或者对自己身体没有执著 而观为清净贪承 根据显宗的观点来讲 也是不燃知功夫 这一点也是可以的 如果作为学密宗的 一些密宗的佛教徒 他也是对身体 特别有贪执 对身体有不清净的感觉 或者有这样的见解 那么我认为做燃知功夫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从燃知功夫 只不过是有一个例子 来说明这一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对自己的身体 供养诸佛菩萨 这种方法应该是很多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我们在佛陀面前 或者诸佛菩萨面前 或者说一些上师面前 自己诚心诚意地 将自己的身口意全部供养 全部这样供养的话 那么应该说 这是有一定的功德 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对自己的身体 应该说执著是最大的 稍微别人说一点 你身体不好看啊 你身体长得很矮 很高 很胖 那这样一说的时候 你马上就生气了 马上就不高兴 会有这种出现 说明我们对自己的身体 是相当执著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身体 供养给上师 供养给佛教 那么这样从此以后 我们没有理由 特别地执著自己的身体 特别执著 所以真正能自己的身体 做这些表示 我觉得如果你的心不清净 恐怕不太好 以前有些道友 做染指功夫的过程当中 因为当时你要 少染自己的指头是相当的痛 在这个痛的过程当中 自相续当中生起一些后悔心 如果生起后悔心 当然有一定的困难 作为我们凡夫人 真正遇到一些身体上的感受 这种痛苦的时候 有时候不生起后悔 也相当的困难 就像以前阿底峡尊者的 上师达玛尔吉达 像他那样即使凡夫体 但是因为他的见解 也就是说 大悲心相当的强烈 像这种人 可能不生起后悔心也有 一般来讲 可能真正用火烟 扔上你的指头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悔心 首先应该自己 值得观察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 当然对上师面前 如果自己的上师 自己的身体要作供养 那么首先也应该自己要考虑的 一般有些新来的人 或者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些特别强烈的信心 然后在很多上师面前 第一个我要身口衣全部供养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讲过 刚来的时候很多人说 身口衣全部都供养 身口衣全部都供养 过一段时间 身口衣全部都不见了 把身体都抛回去了 按道理来讲 这个身体不是属于他自己的 应该是属于我的 如果你再带回去 会不会犯道解 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们应该为了利益众生 自己身体作这样供养也可以 但即使你在不明显地 这样供养 实际上从内心当中发愿 我这个躯体 我这样的不经身体 从此以后 来自身世之间 一定要为佛教做事情 如果发这样的愿 我认为真的 自己的身体供养佛教 或者供养上师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每个人都是 这一点可以想的 当然我自己的饮食 生活 这一点作为我一个 欲界的众生来讲 不得不做 除了这个以外 我在有生之量当中 尽心尽力地为佛教服务 为佛教做事情 如果发起这样的一种行愿 那么这个也是 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供养身体 所以我们自相续当中 要生起一个菩提心 首先我们对诸佛菩萨 最可贵的 最难得的 最可爱的这些东西 全部一一地供养或者舍弃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 我自己把自己的身体 自己把自己的所作所为 特别特别执著的话 那么所谓的 利他的 忘我的 这样的菩提心在我们心当中 能不能生起 这一点也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他这里 应该这样来理解 那么下一个颂词 是这样讲的 尊记此十恶护 离生无缺骨 愿罪今生心 十断诸恶业 当然他的讲义当中 是这样讲的 我依靠大尊主的呵护 才能在三劫中 不为痛苦而饶益众生 我有了诸佛菩萨 和上师们的摄手 有了他们的保护 或者加持 有了这样 我在轮回当中 不管怎么样度化众生 一点也是不害怕 一定会饶益众生 如果我罪业深重 再无法利益众生 当然如果我自己的罪业 相当的深重 那么能不能利益众生 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 自身上佛 欲解他佛 无有是处 应该在《为摩戒经》 当中是这样讲的 说的意思就是 如果自今的身体 都已经被各种罪业 烦恼 已经受复住 我们要想解开 别人相续当中的烦恼 或者别人的受复 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自相续当中 首先一定要 最起码也是 自己有一种利他性的 真正是众师的一个佛教徒 这一点相当重要 如果你这一点都做不到 我们口口声声说 我要利益众生 我要帮助众生 饶益众生 那能不能实现你所说的这种真正的愿望 也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为了真正摆脱以往的罪业 而真心忏悔 历时今后不再造罪 应该在心的相续当中 有这样的一种誓愿 这里有许多的一些上师们 把这一段讲为用死对之力来解释 因为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 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供养了 身体供养完了以后 他们已经摄氏我了 摄氏我以后 我现在作为自己来讲 应该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做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诸佛菩萨已经摄氏了我 那么我就成了 诸佛菩萨如来家业当中的意愿 如果我成了他们的意愿 那么诸佛菩萨的 唯一的事业是什么呢 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 除了利益众生一般 他们有没有 其他一些凡数的事物呢 绝对是没有的 每一个菩萨 每一个佛陀 就要想帮助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那么我要想利益众生的话 我第一个一定要对恭敬 所有的十方诸佛菩萨 以佛法来饶育众生 第二个 自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 一定要清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大德把这后面的颂词 又通过四种对治力的方式 来进行解释 比如第一个 所依对治力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三宝 诸佛菩萨 或者自己的根本上师等等 这些作为所依对治力 在这里所依对治力 然后破恶对治力 那么我们以前 在自相续当中 所作的这些罪业 现在自己特别地后悔 就像佛老毒药一样 心里有这种后悔 这叫做破恶对治力 然后我们现行对治力 通过这种方法 修习种种法门 要么念百字明 要么修菩提心 要么观想 金刚萨埵等等 这种方式来开始 进出自相续当中的罪业 身心得意清净 这个就叫做现行对治力 最后恢复对治力 所谓的恢复对治力 就像喝了 都要以后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喝 发誓 再也不喝 同样的道理 我们做了一些不如法的 身口意的罪业 那么从此以后 在四方诸佛菩萨面前 我们要发誓言 再也不造作这些罪业 所以后面的这两句 很多的上师们就把 解释成这样的道理 以这种道理来进行解释 所以我想我们 供养身体的道理 不仅是诸佛菩萨的一些 实际当中有这方面的记者 而且藏传佛教的 像米拉日巴或者以前的 许多高僧大德们的传记当中 也应该是大家非常清楚 为了希求佛法 不舍自己的生命身体而苦行 这也是实际上一种舍弃身体 对诸佛菩萨的一种供养 我们上师如意宝 以前也是这样讲过 首先所有的有路供养当中 当然布施身体的功德是最大的 应该功德是最大的 但是不管是你在诸佛菩萨面前 或者在上师面前 如果你要供养身体 首先必须值得再三观察 如果你没有再三观察 超衰的 或者是未经观察的情况下 你就顺顺便便 供养身体 供养身体 后来你在修行过程当中 没有坚定的事业而退失信心 这样过失也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在发行过程当中 自己要再三观察自己的心 这一点极为重要 相当重要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要求大家 一定要舍弃自己的身体 当然完全舍弃的话 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 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通过方方面面的道理来 观察自己的身体 到底值不值得执著 值不值得特别的 就像现在世间上 从来没有学过佛法的人 整天都是为了身体而苦恼 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必要 身体实际上它也是 几十年的一种借用物 为了这个造很多很多的恶业 是值不值得 所以这些问题 应该是用佛法的道理来 慢慢地 很详细地剖析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人 学佛的人 真的有些甚深的道理 都是根本不懂的 所谓的学佛 他们都认为是暂时的一种 就像学气功一样的一种学问 以这样来对待 这是非常的不合理 今天我碰到有一个 来自丹东的一个居士 他说了两句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他说 我们那里当然学佛的人 也是不太多的 而且一般来说 大城市里面的一万个人当中 可能学佛的也是 只有一两个人 那么这些一两个人 大多数都是求今生的一些福报 求今生的 或者来世的人天福报而已 所以真正的 懂得佛法的道理 现在是少之又少 可以说了如形成 所以我想他们说的 也是真实有道理 这次我们学习 《入菩萨行论》的过程当中 不仅是我们要学 大乘佛法所有的一些道理 同时我们也学 有关我们的行为 学佛的动机 学佛的行为等等 这些我想我们每天 也给大家简单地讲一些道理 希望大家把所有的这些法要 一方面应该 就是不管是你从讲义上 还是颂词上 应该自己调伏自己的心 这一点很重要 我看到现在网上 或者是有些其他的文章上 大多数的人背诵《入菩萨行论》 然后很多人觉得 背完《入菩萨行论》也感觉很好 但我想现在不能太着急 因为我们刚开你们认为 背了几个颂词感觉很好 你背最后几个颂词的时候 感觉很好的话 那我们觉得学习佛法的时间 还有一定的耐心 不然刚开始几个颂词 可能谁都会背 我们这里面大多数的人 只能背前面的第一瓶 后面有些是到了 第二瓶的时候倒下去了 有些是到了第三瓶的时候倒下去 有些是到了 第八瓶的时候倒下去了 所以背诵也不是那么容易 刚背一个颂词 两个颂词 我觉得是不难 这个不难 最难的是什么呢 全部背完 最后一个颂词 要想见到文殊菩萨 刚才到伦多巴格闸 郊子知伦多 南云公伯尔 丁尼格门巴尔阳通尔学 最后一个颂词 到了这个时候 你觉得感觉很好的话 那我觉得是非常高兴 当然这方面 有这样的心念 尤其是有些年轻人 现在智慧 记忆力 各方面是非常不错的 不应该我们的脑海里面 全部记得一些 世间的乱七八糟 不应该这样的 应该是记一些清净的 有关大悲方面 有关智慧方面 空性人物方面 这样的道理 如果记得越来越多 那么自然安然 我们对世间的执著 逐渐逐渐会减少的 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比如说火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火的周围的寒冷越来越减少 那么光明越来越 照耀世界的时候 那么世界的黑暗 逐渐逐渐会消失 这就是一个必然规律 如果我们内心当中 没有智慧的光芒 那么我们心相续当中 贪嗔痴的黑暗 一直是笼罩着 整个我们的心殿 所以大家尤其是对舍弃 身体而供养诸佛菩萨方面的道理 应该有一些正面的认识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 作意幻供养 也就是说 第三个意幻供养 如云 下面在其他的一些论典当中 是有怎么样 总共有十二种意幻供养 意幻供养 以总结 一种偈颂的方式来总结 下面把这十二个意幻供养 一个一个地给我们做了介绍 下面意幻供养 分为十二种 其中第一个 首先是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那么他的讲义里面 第一个就讲的是母语 就是讲的母语 诸诗当中这样讲的 用散荡寻然的 与世散发出扑鼻的方向 水经地 金银剔土 光彩堕木 大扫得十分清洁 光芒散烁 各种珍宝的柱子上悬挂着 山光珍珠 庄典的花盖 他这里当然 首先讲的我们所谓的母语 母语的话 按照藏传佛教的一些教典当中 母语的仪式 母语的偈颂相当多 那么他首先这里讲 母语的地方 这个从显宗当中来讲 也是一种观想方法 我们经常对诸佛菩萨 应该有一些母语的清净意识 我们有些可能这样认为 是不是诸佛菩萨也要洗澡 母语 这样的话 是不是身体很不干净 可能会这样想的 尤其是出学者 对大乘佛教一无所知的人 分别念特别强烈 那么这一点 不用怀疑的 为什么呢 我们学习《般若经》 或者《弦广传论》的时候 到了第一地菩萨以后 那么身上的五狗 身上的一些尘狗 还有食者等昆虫 以及很多这种不净的部分 在得地菩萨都是没有的 何况说是佛陀根本没有的 但是为什么这样 做一些母语的意识呢 做了这样以后 实际上我们自相续当中的 罪业得以清净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佛陀 是一切功德圆满的智慧身体 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自己的对境 然后对他以清净的心 来进行做母语 这样以后 我们自相续当中的所有资粮得以圆满 所有的罪业得以清净 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因此我们作为佛教徒 对佛的母语意识 这一点一般来讲 在各教各派当中都有 包括小乘的一些佛教徒当中都有 比如说 像以前新加坡 新加坡威赛街的时候 各大寺院 中心 佛教中心 全部在寺院的门口上 装饰各种各样的采集 然后在华门当中 以佛的身相进行做母语 这样的意识相当多 现在在云南那一带 也有这样的意识 那么他们一般都是在华宗当中 佛的身相 就是讲 有些释迦牟尼佛刚讲生的身相也有 有些其他的身相 那么这个用清净的水 一边念诵即吻 一边进行母语 那么这样以后实际上 大乘佛教里面确实有记载的 功德相当大的 因此一般来说 像新加坡 马来西亚 以及台湾等等 许许多多的地方 每天都是有善良心律 有许许多多的人开始一边念偈颂 一边对佛作进行母语 那么这个意思大家应该明白 我们对佛的母语意识 大家也应该这样清楚 按照藏传佛教的一些母语意识 比如说拿着一个明镜 然后为了一边赞颂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偈颂 赞叹 赞叹以后 最后为释迦牟尼佛母语 或者是与钥匙法佛作母语 然后一边拿着宝品 一边在明镜上面进行母语 释放所有的诸佛菩萨 也是观想在现在明镜当中 然后用净行对他作母语 有这样的传统 或者说比如说有些圣山 高僧大的需要进行母语 那么在明镜当中也显现 圣仙以后 开始一边念仪轨 一边做进行母语 所以这个在佛教 也是应该是特别古老的传统 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都没有什么差别 但我们作为修行人 应该要懂得这些功德 如果你功德都不懂 那么你觉得说 哎 佛像上面杀一点水 那这个有什么用啊 可能会这样想的 所以这个缘起和功德 大家应该比较明确 下面颂词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他讲语里面是这样讲的 他讲语里面是这样讲的 在此与比好成满 土香培 成得悦意香水 显化许多金当宝品 随着各身悦因而请一切善事 否则沐浴 那么我们一边在宝品当中 装满妙香 烧香 熏香 所组成的一些鲜花 或者是甘露水等等 那么这样 一边拿着金品 银品 蓝宝石等等 这些正珠品 与诸佛菩萨的身相 进行沐浴 那么同时在念诵的过程当中 也放出一些银语 平时我们念一些《药丝经》 念一些大的仪轨的时候 都有这种母语意识 尤其是藏传佛教的 有些威洛师 他可能几百个颂词都能背得到 比如说他有念一个 对释迦牟尼佛顶礼句 后面的 比如向释迦牟尼佛签顶礼 签顶礼 该为他作母语 平时是这样的 然后为释迦牟尼佛 为妖师佛 为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说流泪世界的佛陀等等 这样所有佛陀的名号 一边唱 一边进行母语 然后八大菩萨 或者声闻缘觉 以及释迦牟尼佛以前 转法论的十大圣地 八大圣地等等 这样有时候很长的时间当中 一边念偈颂 一边进行母语 又这样拿着宝品 一边念诵《入菩萨行论》 里面的这几个颂词 基本上藏传佛教的 不管是格鲁派 还是尼玛派 都有这样的意识 都有这样的意识 所以我们以后如果看见 在外面有一些 母语意识 因为现在一般都是 今天说是文殊菩萨的讲生人 还有说是短无戒 所以一般世间上人们也是说 有各种药来 洗自己的身体 这个我觉得这样母语也可以 不母语也可以 不管怎么样或者你自己的身体 真正观现为诸佛菩萨的身体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真正最重要的 在释迦牟尼佛讲生的时候 或者释迦牟尼佛在他的节日当中 为佛作这样的母语 确实是功德很大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传统 我觉得有些 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的佛像 你铜像也好 镜子的镜像也好 这些像可不可以 把上面的灰尘打烧一下 应该在清净的水 如果你可以洗清净的水 把它洗一下 不然我们有些人怎么说 就是这个佛像 佛塔 佛经 这些弄得特别脏 这样实际上我们对诸佛菩萨 有一种不恭敬的心 因为自己弄得特别干净 每天都是洗得特别干净 然后对诸佛菩萨 全部满面灰尘 那这样可能不太好 我原来去了一个居士家里 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 住一段时间的时候 可能他们当时厕所重新维修的吧 他家里面的厕所是最干净的 然后到了住房 算是比较可以的 到了佛堂 佛堂是最脏的 那么我当时说了 你这个完全是颠倒的 应该按传统的话 佛堂是最干净的 然后包括佛像 里面所有的卫生 全部清除 应该这样 然后自己住的房子 也算是比较干净也是可以的 但我们有些人的行为 完全是颠倒的 包括我们在座的一些佛教徒 不知道你们的佛堂里面 或者是没有特殊的佛堂 光是有几个佛像放在那里 那应该有时候上面擦一下 或者是以前藏传佛教的 有些老修行人 他经常用一些羽毛 空穷毛 那么以这些来 在佛像上面 金树上面 或者是一些佛堂上面的灰尘 每天都擦拭一下 每天都擦干净 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作为修行人 应该对佛像也好 或者佛堂做一些 应该以母语的 这种表示方法来指导 为了遣除自小续当中的 一切罪业 应该做这样的仪式 平时在行为当中 也不可缺少的 下面讲的是第二个 也叫做擦拭的仪式 首先第一个讲的是擦拭 因为刚才 就是迎请诸佛菩萨 已经做了母语仪式 做母语仪式的话 印度有这样的传统 以前比如说 来了一个国王的时候 那么国王迎请到 那一个宫殿的时候 首先让国王在 清净的律师当中进行母语 然后母语完了以后 擦拭人体以后再进行供养 印度有这样的传统 那么这个传统到目前为止 像泰国 斯里兰卡等等 这些地方也有这样的传统 比如说一起高僧大德 迎请到施主的家里 或者到哪个地方的时候 首先可能让高僧大德 进行母语或者说洗脸等等 到了泰国的时候 首先一进去施主家里的时候 他马上拿一个语言 说你洗个脸 洗个脸 洗脸再说吧 还没有坐下来的时候 拿一个盆里面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一种传统吧 以前我们藏传佛教的 有一个歌写着讲 他到泰国的时候也是 首先泰国的这些政府官员 拿着水 让他洗脚 他有点不习惯 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也是按照 以前印度的传统 在我们佛教当中也是为了 进出众生相续当中的 一些勾然吧 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那么他这里 母语完了以后 等待诸佛菩萨母语之后 用妙相熏然 还有清洁柔软 无以伦比的义物 就进行擦拭他们的身体 像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母语 刚才念诵 全部已经念完了 一般来讲 像明镜当中 拿着宝瓶来进行 一边念诵 一边这样母语 母语完了以后 然后进行擦拭 进行擦拭的时候 拿一个结拜的哈达 然后在明镜面就进行擦拭 清洁擦拭完了以后 明镜放在一个佛堂 清洁的地方 那么说明从此以后 诸佛菩萨供在这样 供在一个清洁的地方 有这样的仪柜 所以我们在这里 诸佛菩萨的身体应该进行擦拭 那么我刚才讲的 现在小乘很多国家 他们包括对出家人 也是做这方面的供养 怎么样的供养呢 他每天早上化缘的时候 他们很多香皂 或者一些毛巾 祈求供养他们 意思就是说 用擦拭身体 这样他们自己 就积累很多的资粮 那么下面讲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妙意 意思就是说 擦拭完毕以后 用各种处断 开始付上 还上妙意 对于出家僧众的诸佛菩萨来讲 应该供上袈裟等 和出家身份的芬芳妙意 对于僧众在家装俗的一些尊重 像一般文殊菩萨 像观神菩萨 宝神相的 这些按照印度国王的装俗 以前有些历史家这样认为的 像释迦牟尼佛 和阿弥陀佛 像出家装俗的华身装俗 穿着善意 所以我们观想 对所有的出家僧众 出家尊重 那么供养善意 然后对在家身份 在家形象的这些 那么用宝身十三服装的 十三素的衣服进行供养 现上四才隔矣 柔软飘逸的妙意 这也是有很大的功德 平时我们自己的一些衣服 或者说 自己舍不得穿的有些衣服 供养给诸佛菩萨 供养寺院的僧众 那么这样也有很大的功德 比如说以前佛经里面 有一个叫做百亿比丘女 那么也叫做百亿比丘 她生下来的时候 身上有白色衣服 一直穿着 后来她出家的时候 这个百亿佛陀也没有盖着 因为她是 怎么说 我们学《俱世论》的时候 有些众生 他有艺术的衣食 一直佩戴着 那么这种即使你穿着 红色的衣服也不用盖 穿着白色也可以 后来她出家 最后获得阿罗汉果位 之后有一些弟子问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他生来的时候 一直最后获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 还穿着白色的衣服呢 释迦牟尼佛当时告诉他们 说以前有一家两口子特别贫穷 他们有一件衣服 然后拿一个出去的时候 一个人睡在土地里面 不敢起来 没有衣服了 然后另一个人穿着衣服 到外面去做工作 然后回来的时候 如果还有一个人要出去 又把衣服交给他 他自己一直睡在头堆里面 不敢出来 但后来听说看到佛陀的功德很大 然后他们带一些比丘 供养给佛陀 后来供养完了以后 当地的王妃特别感动 他把自己身上的 所有的衣服和装饰品都供给他们 他们在今生当中 也获得受用圆满 乃至生生世世 身体的这种 因为供养衣服的功德一直到现在 最后有者的时候 还是身体一直排着白色的衣服 佛陀也传讲了 这样的功德 所以平时我们对 像佛陀那样殊胜的对境 如果遇到 当然不用碍语 那么没有这样的话 一般来讲 对圣者诸佛菩萨面前 或者对上师供养这样的衣服 也有很大的功德 以前《百业经》里面 有一个叫做金色比丘利 金色比丘利 它生来都是金色的 那么这个也是以前有自己的妙衣 供养殊胜的对境 而造成生生世世看起来 特别庄严的这样的身相 变成这样的身相 所以我们在世间当中 也应该对供养妙衣的功德 一定要明白 当然佛际当中 有关这方面的公案是相当多的 我想我们这里 也没有必要意义地给大家说明 那么下面第四个问题 就是讲装饰品 就是供养装饰品 也以习如佛 最深庄严 我 庄严普贤尊 文殊观赐哉 那么在诸世当中是 以成百上好的 观面当装饰品 庄严见真谛而成为圣者的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观赐哉菩萨 金刚素菩萨 弥勒菩萨等 根据所化众生的根机而 持在家相的诸位菩萨面前 下面就是说 讲自己的各种装饰品 比如说金项链 或者是华蛮 金蛮等等各种装饰品 那么这样的装饰品 应该也是在诸佛菩萨面前 因为刚才诸佛菩萨观想 观想以后他们进行母语 母语完了以后身体擦拭 身体擦拭以后供养妙衣 供养妙衣 供养妙衣以后还要装饰品 你光是穿一个衣服 没有装饰一点都不好看 你一定要脖子上 挂个什么项链 还有什么 如果没有什么项链 把粘珠挂在脖子上 这样也算是一种装饰品 所以要供养装饰品 供养装饰品的功德 也是相当大的 以前藏传佛教里面 上师如意宝也经常在课堂上讲过 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 弘扬佛法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富裕的女人 她对阿底峡尊者的言行举止 生起极大的信心 她自己身上所有佩戴的 这些金银财宝的装饰品 全部供养阿底峡尊者 阿底峡尊者回去以后 她的丈夫一直是骂他 打他 一直这样说他 后来他实在是受不了 自己调化而死了 然后阿底峡尊者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也是心里 从显现上吧 显现上心里很伤心地 给他进行回向 后来他马上转为人生 而变成一个小圣人 后来阿底峡尊者面前得出家 也成了一个噶当派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德 那个大德的名字叫什么 以前法王也讲过 但是我忘了 在有关的有些历史书当中 也是有明显的记载 所以在自相续当中 自己如果身上佩戴的一些 金银财宝的一些装饰品 实际上人死的时候 这些都变成了下一代的人的装饰品 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应该供养一些佛像 供养一些真正的 一些殊胜的对境 但有些人把自己的 所有很可贵的装饰品交给上师 但这个上师首先要观察 我是这样觉得 如果你没有好好地 观察上师 你身上很好的这种食品 全部都供养所谓的上师 再过一段时间 噢 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上师 所以我很后悔 这样可能不太好 应该我们要供养的话 我觉得像九卧佛像 或者一些佛像 比如说有些把自己的金银链 这些都是全部供养着 非常好的一些庄严的佛像 挂在他的脖子上 那么我想 一般寺院里面的人 也是应该不会把它随便乱用 这个是任何人 都没有权利和资格 所以最比较保险的 最可靠的应该就是供养佛像 这个佛像这样自己的食品 供养给佛像的功德也是相当大的 那么这方面以前我们学过 释迦牟尼佛的广传 或者其他经验当中 也有相当多的一些公案 但我想今天在这里播出 总而言之 我们平时在这样发心的时候 自己一定要发愿 我通过这样的供养 通过这样的发心 让无量的众生获得利益 始终都是有一个利他的心 不管是你做什么善事 这一点应该一日不忘善心 一定要要求自己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将来也会成为一些 真正弘扬佛法的一些 也可以说是真正的高僧大德 或者说成为了不起的修行人吧 这一点我想我们 时时刻刻都是要观想 自己并不是为了 自己获得一个人天福报 一定要发一个利他的心 这一点极为重要 好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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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